博王擅自闯太庙救我 能否全身而退 博王想全身而退并不难 难的是 郡主如何看待林广一案 我关于太庙 仔细斟酌这件事情 从中推断出 其一 林广并非刺客 否则 他就算是拼死 也不会束手就擒 其二 若是广书自尽为真 或他明明知道跟着丞相走 必然是一死 他也宁愿随他而去 那么这就说明 广叔宁愿牺牲自己姓名 也有要保护的人或是 郡主的推论 和主子几乎一致 我也很佩服 那是当然 我们家郡主可聪慧了呢 至于我如何看待林广一事 既然当初 我选择相信广叔良善 那么最终 我也不会强取 他宁死也要守护的真相 林广一案 摘星会当时辰大害 文总管今日特意来跟摘星说此事 不就是想暗示我 朝廷之中的一些事情 摘星不应该追查质敌 伯王之前也提醒过我 现在摘星也明白了 马郡主通情达理 袖外惠中 必是殿下之良配 主子命文眼前来邀约 今夜与主子在别院一续 别院 什么别院 是那个不让人见的别院吗 正是 看来郡主 在主子心目当中的地位 已经有所不同 敢问郡主是否愿意答应今夜的邀约 不见 这些是马郡主送你们的礼物 既然是郡主的好意 都收下吧 谢主子 该谢的不是本王 主子 属下独胆 当初 怕是主子一时气谎 所以没敢扔 马摘星 可准时赴约吗 郡主回答 不见 不散 又不散 有 干 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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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不散 我 这 不散 我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幽幽生死别今年 魂魄不曾来入梦 殿下也懂长恨歌 白鞠翼 自乐天 此人名字 鞠翼又乐天 却偏偏写一首长恨歌 本王想知道 他到底恨些什么 曲终又能否不恨 那殿下 是否有答案了呢 最后两句说了 天长地久 有时尽 此恨绵绵 无绝期 难道殿下忘了 在这两句之前是 但叫心似金殿间 天上人间会相见 七月七日长生殿 夜半无人思雨时 在天愿作彼蝎鸟 但是 乐天下 在天愿作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里只 所以 郡主如何解读 读 Uh... 我觉得 只要是在夜半无人 飞迎人舞之时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白乐天说了 只要心比金坚 就算是天上人间 都能相见 那是诗人的想象 我喜欢这想象 也喜欢伯王的庭院 只是 伯王殿下的庭院如此之美 为何要禁止他人踏足 为何 今日却要摘星前来 因为铁术开花了 你是第一个 踏入本王禁地之人 可知道 本王为何要救你 因为我一直认为 你与我的婚约 全为了另一儿子 才会对郡主的为人 有所偏见 直到昨晚 本王无意间发现 郡主确实是个 为保护自己心中的信念 坚持到底 不顾他人误解 善良美好的人 多谢殿下的 意美之词 本王已为郡主设宴 请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